我是做梦也没有想到 把白酒倒入鸭蛋里面 蒸的太厉害了 很多人都不知道 看完长见识了 我们先准备一些新鲜的鸭蛋 把它放到大碗中 加入一勺的食盐 再加入清水 我们把鸭蛋给它清洗一下 鸭蛋上面有很多的鸭屎 一定要清洗干净 因为鸭屎里面有很多的大肠杆菌 如果我们清洗不干净的话 我们在腌制的时候 这个鸭屎和细菌 就会渗入到鸭蛋中 那样就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所以一定要把它们清洗干净 洗的时候要慢一点 千万不要把鸭蛋给它洗破 全部洗干净以后 把鸭蛋给它捞出来 把清洗干净的鸭蛋 我们放到大碗中 然后我们取一张厨房纸巾 把鸭蛋上面的水分 我们都给它擦干 不能有一点的生水 给它在上面保留 如果不擦的话 咱们在腌制的时候 这个鸭蛋腌制不了多久 就会坏掉 所以一定要把鸭蛋上 这些水渍也要给它擦干净 然后里边我们再倒入高度白酒 一定要53度的 这样我们腌出来的鸭蛋 才更加的好吃 白酒呢 再这样没过鸭蛋即可 然后我们让鸭蛋在白酒中 给它浸泡半个小时 加入白酒呢 能去到一个杀菌消毒的作用 同时呢 也能促进鸭蛋呢 快速腌制成功 鸭蛋浸泡好以后 我们开始腌制 准备一个盘子 里边加入一些食盐 然后去我们裹满白酒的鸭蛋 给它沾满食盐 把食盐均匀的裹满在鸭蛋上面 裹成这个样子 然后再把裹满食盐的鸭蛋 给它放入到保鲜膜中 给它包裹盐时 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把鱼下的鸭蛋 全部都包裹成这个样 然后把鸭蛋 放入一个不透明的碎片袋中 给它封住口 把鸭蛋呢 给它放到硬凉通通的地方 腌制20天就可以吃了 这是我提前20天腌制的鸭蛋 把它打开 给大家取出来 几个鸭蛋 用刀切开 看看是不是都有流油 大家看 是不是特别的流油 腌制的鸭蛋的魂 还特别的杀 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喜欢吃鸭蛋 就试试我的方法吧 麻烦大家在这里帮忙 简单转发 让更多的人 能看见这个 腌鸭蛋的正确方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